陈琳,二婚一百天跳楼身亡,两任丈夫为遗产护丝,杨坤却念念不忘。 2009年10月31日,对于很多人来说,是在普通不过的一天,可是歌手陈琳却特意化了妆,穿了一双红色高跟鞋,从酒楼一跃而下,结束了自己年近39岁的生命。 而这一天,是她和第二任丈夫结婚的第一百天,也恰巧是前夫沈永格的生日。 要知道当时陈琳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,她到底经历了什么?为何会在前夫生日当天选择自杀呢? 陈琳1970年出生于重庆的一个普通家庭,和很多女孩子一样,陈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,15岁那年,就考入了四川省舞蹈学院,18岁时又成功进入到了四川省曲艺团担任轻音赌场。 毕业之后,陈琳来到了北京闯荡,为了生存,她经常在酒吧当著唱歌手,直到有一天,她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,王小精。 王小精拥有自己的唱片公司,当她在酒吧听到陈琳的歌声时,瞬间被打动,于是毫不犹豫地与陈琳签了约,之后陈琳演唱了那首让她一夜间霍遍大江南北的歌曲《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》。 其实这首歌并不是专门为陈琳准备的,而是给纳琳的,只不过后来纳琳签约了另一家唱片公司,所以王小精便将这首歌给了陈琳。 1993年,专辑《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》已经发布,就受到了大家的追捧,销售量更是高达150万张,而陈琳不但凭借这首歌一夜爆红,而且还获得了第十六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优秀新人奖。 出道集巅峰,陈琳的成功让很多歌手望尘莫及,然而对于陈琳来说,巅峰之后,迎来的却是低谷,尽管她又演唱了很多歌曲,却都不能超越之前的辉煌。 最终,陈琳选择了离开,签约了另一家经纪公司。 可让陈琳做梦都没想到的是,这一次签约,却让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彻底的改变,甚至,还失去了生命。 签约陈琳的这个人,不是别人,就是后来成为她第一任丈夫的沈永格。 沈永格当年曾留学日本,毕业后加入了日本JVC唱片公司。 1994年,沈永格作为JVC的首席代表回北京,创立JVC唱片中国分公司。 1996年,沈永格又创立了音乐品牌竹书文化。 在签约陈琳之前,已经捧红了黑豹乐队和唐朝乐队。 沈永格非常欣赏陈琳的嗓音,而陈琳则被沈永格的魅力所吸引。 他曾这样形容沈永格,见到他的第一面,就像有一缕阳光洒在心里,特别的温暖。 两个互相欣赏的人,就这样确立了恋爱关系。 1996年,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一开始,沈永格对陈琳非常的宠爱,而且还为他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歌曲,尤其是那首《爱就爱了》,更是让陈琳再次翻红,还获得了音乐风云榜内地年度最佳女歌手奖。 之后陈琳又演唱了《女人,别怕有我》等很多主题曲。 此时的她,早就成为了歌唱界的佼佼者,也是大家心中当之无愧的歌坛天后。 然而,当时很多人都在关心她飞得高不高时,却很少有人关心她累不累,尤其是作为丈夫的沈永格。 刚开始时,沈永格还对陈琳关心备质,可是没多久,却换了另一副面孔。 因为长时间参加各种演出,导致陈琳身体状况极差,甚至在一次录制歌曲时,吐血泪道。 此时的陈琳,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生活,她和沈永格商量,称自己想回归家庭,生儿育女,这样,自己的人生才算完美。 可沈永格不但没有同意,反倒是在她身体状况极差的情况下,依旧为她接下了大量的伤演。 此时的陈琳心灰意朗,她似乎明白了些什么,原来自己在沈永格心里,只是一棵摇钱树,是一个用来赚钱的机器。 不过更让陈琳被受打击的,不是丈夫的冷血,而是书轨。 2007年,陈琳去国外参加演出,没想到演出结束后回国时,沈永格没有像以前一样去机场接机,甚至连庆功宴都没有参加,她给出的理由是,工作忙,没时间。 然而第二天,沈永格却被爆出和女歌手约下共进晚餐的画面,而且晚餐结束后,两人还独处了将近一个小时。 看到这一消息后,可想而知,陈琳被受打击,自己为了沈永格,不惜拖着超负荷的身体工作,可是她呢,却和别的女人浓情蜜蜜。 伤心欲绝的陈琳,提出了离婚,而沈永格却没有一丝挽留,答应了离婚。 2007年,两人结束了维持11年的婚姻。 离婚后的沈永格继续花钱月下,而陈琳却从伤痛中无法自拔。 就在此时,另外一个男人闯入了她的生活,本以为这个男人的出现,会让陈琳揍出伤痛,可是没想到,却加速了她的死亡,这个人就是她的第二任丈夫,张超峰。 张超峰不但比陈琳小八岁,而且在音乐圈人员极差,经常以公司的名义皆私活,还经常因为收了钱不用心制作,而引起客户不满。 因此,当大家得知陈琳和张超峰在一起的时候,非常的惊讶,贵为天后的陈琳,怎么会和一个其貌不扬,没有名气,甚至人员极差的张超峰在一起呢? 其实张超峰和陈琳早就相识,当初张超峰在沈永阁的朱书文化担任制作人助理,还曾经是陈琳的舞台吉他手,但是在2006年,张超峰离开了朱书文化,两人也就没有了联系。 直到陈琳离开了陈琳,直到陈琳离婚后,张超峰再次出现,为了和陈琳在一起,他甚至还甩掉了相恋八年的女友。 或许是为了忘掉上一段感情,也或许是为了找到心灵的依靠,2009年,离婚两年的陈琳,和张超峰登记结婚,就在了一起。 在婚后的陈琳,终于振作起来,还专门成立了工作室,准备和张超峰一起在歌坛再创辉煌。 可此时的陈琳,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,死亡正在一步步向他逼紧。 其实离婚后的陈琳,因为当初爱得太深,根本忘不掉第一任丈夫沈永哥,哪怕是在婚后,也经常不经意间提到他,这让张超峰非常气愤,两人经常吵架。 而另一方面,因为张超峰无论是金钱还是地位,都比不上陈琳,所以结婚后,陈琳的父母一直看不起他,这也导致两人矛盾不断升级。 张超峰开始对陈琳家报,那段时间的陈琳,经常带着商工作,当同事问他怎么回事时,他却沉默不语。 其实此时的陈琳,已经重度抑郁,只是没有人知道,包括他自己。 随着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差,陈琳不得不推掉了所有的商演活动,还把刚刚成立的工作室也解散了。 2009年10月31日,陈琳来到好友张强家做客,凌晨时分,他化上美美的妆,穿了一双红色高跟鞋,从酒楼一跃而下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去世时,年仅39岁。而那一天,是他和张超峰结婚的第一百天,也恰巧是前夫沈永格的生日。 陈琳自杀的原因,虽然没有公布,但是肯定是和感情有关。 然而让他痛不欲生的两个男人,在他死后,不但没有参加葬礼,甚至还为了争夺遗产而打起了官司。 据悉,陈琳去世后,前夫沈永格卖掉了陈琳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,而张超峰因此将沈永格告向了法庭。 理由是,自己是陈琳的合法丈夫,沈永格不能私自处理陈琳的遗产。 不过沈永格却回应道,自己之所以卖掉陈琳的房子,是受陈琳母亲的委托,而且卖房子的钱也已经给了陈琳的母亲。 张超峰得知后,又将陈琳的母亲也一同告向了法庭,依旧坚称自己才是陈琳遗产的合法继承人。 直到后来,陈琳的哥哥拿出了一份张超峰签署的放弃陈琳所有遗产的声明,官司才有了转折。 陈琳的一声,为情所困,可是在她去世后,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地关心她,怀念她。 如今陈琳已经离开我们13年,观众们也早就淡忘了她,唯独有一个人却念念不忘,将陈琳藏在自己的心里,她就是杨坤。 在一档节目中,当节目组要求给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写卡片的时候,杨坤首先想到的就是陈琳,她写道,谢谢曾经陪伴我的,给我知与知恩的人。 原来当初杨坤也和很多追求梦想的人一样,在北京漂泊,那时候的她,别说是住楼房,就算是住在平房里,洗上一个热水澡,都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。 那时候的杨坤默默无闻,虽然唱了很多歌,但是没有人知道她是谁,直到她给陈琳写歌,陈琳才发现了她的才华。 为了帮助杨坤,陈琳邀请她加入到了自己的公司,每次开演唱会,都会带上她。 就像杨坤自己说的,没有陈琳,根本不会有自己的现在。 虽然陈琳已经离开了13年,可是杨坤却从来没有忘记她,每次开演唱会,她都会以独特的方式,和陈琳隔空对唱,以此来怀念她。 为了爱情,陈琳付出了自己的一切,包括生命,可是她爱过的那两个男人呢? 沈永阁不但扩大的自己的音乐帝国,而且早就娶了娇妻,还有了孩子。 而第二任丈夫张超峰,也已经在婚。 陈琳的离去,对于他们来说,似乎根本没有什么影响,他们依旧过着潇洒的日子,没有一丝丝伤感。 一直想说,为了爱情而自杀的女人,真的是太傻太傻,因为你的离去,不会让伤害你的人有一丝丝心痛。 陈琳曾经说过,自己最渴望得到的,是别人的爱。 可是她生命中爱过的两个男人,没有一个真正的爱过她,都是在利用她而已。 而陈琳的经历告诉我们,作为一个女人,一定要学会独立,不要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,因为真正爱你的,除了父母,只有你自己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